如果指數空間不大 市場仍然觀望 那么当然就要来看中小新股了 对 没错 其实刚刚应该也有提到 其实柜台指数真的是很强啊 很强啊 对 比大盘来得强 比上次的指数来 那我们先看一下 其实你可以发现 今天在柜台指数的部分来讲 你看到威刚跟十犬 这个都是记忆体的股票 记忆体 对 都是记忆体模组啦 通路等等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 大摩真的唱衰唱到翻了啦 结果人家一拉起来就是涨零盘 你看 所以现在的股票 我跟大家报告 你可以说它是群魔乱舞啦 你也可以说它是羽露均沾啦 那只是说 之前涨很多的股票 那当然反作用力会出来啦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底部的形态 或者是说它具备提供性 涨没那么多的股票 我觉得你可以特别的留意 好 那你像威刚十犬 好 另外一个 细经元也很强 环球金啊 台胜科 今天的股票真的都是超强 那当然大家也想 因为你记忆体都涨了 对不对 晶元代工也好 记忆体也涨 记忆体要用什么 是最上游 妈妈 晶元是最上游 对 没错 阿关说得好 那所以当然 这个股价当然它就会涨 所以台胜科今天涨停板 那网通的部分也是一样 伺服器等等 这些股票也都大涨 那当然也跟袁宇宙有关 雅信也涨停 因为这个也是联巴科集团的 好 那你看到华兴 立华集团的股价 其实金星 金星也很强 最近都大涨 鸿爱集团的台通也是一样 你看这种股票 其实说真的 大家也不知道台通是在干嘛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你要发现 最近小型股的部分 只要有新的题材 一点火 股价很容易喷 好 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其实你可以看到 以集团股来讲 刚刚有提到 不管是你要做梦 或者是集团 因为年底的 不管是做梦还做账 都要选小的啦 对 都要选小的啦 好 那你来看一下 华帮店你看 今天股价来讲 出现大涨的一个走势 那我要跟大家讲 最近这十年 华兴集团季底作账 就第四季 上面的这三章 就是上涨几率超过80% 就是第四季啦 单单第四季 华帮店 金城科跟金星 对 没错 那这个上涨几率70% 一样是华兴集团的 华兴科 汉宇波跟信长生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就集团股来讲的话 其实华兴集团 说真的 你做它相对上来讲 会比较容易破裂 就是第四季呢 对 第四季 他们很爱做账 对 那当然这里面来讲的话 其实你可以选择啦 因为现在电子股的 现在的小型股的 所以金星你看一下 你像金星这种股票 突然间大涨 你知道吗 那金星假如会涨 那当然汉宇波 因为他也持有金星啦 那金城科来讲 反正这个都是做PCB的 那所以我觉得 这三档股票来看的话 就是这档涨了 金城科跟汉宇波来讲 其实相对上来讲 也会有机会的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下一页 因为刚刚有提到 集团的作帐 那其实我跟大家知道 集团毕竟说真的 你要真的标很难啦 那种股性相对上来讲 大家也觉得华兴集团 不是那么的一个 股性那么的一个活泼 好 所以以现在到年底 我跟大家报告 还是中小型股 比较容易狂飙 那我要跟大家报告的 就是说你比如说 像车店的族群 其实大家不要忘了 因为大家看到 Tesla最近在跌 整理大家稍微会怕怕 可是我跟你讲 Lucy的一天涨了17.34% 上周五的美股收盘 它涨了17.34% 这个是豪华车的代表 这个几乎又快创了 这一波段的新高 Rivian 对 Rivian也涨了4.23% Tesla也涨了3.7% 好 那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现在是一个 轮动的一个概念 不管是你原语说啦 不管是低轨道卫星 电动车也一样 我跟大家报告 电动车的族群 这一次先从谁先涨 第三代半导体 电池也涨很多 对 康普美其嘛 涨到二极体 对 涨到 这个真的都涨翻天 那涨翻天的过程当中 当然你会怕 好 大家有没有发现 慢慢的现在在轮了 轮到镜头了 镜头 你看 二线的镜头也很凶 连记忆体你看 不管是华邦店 连南亚科这种标准性 也在涨 好 那我跟大家报告 连接器 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连接器 因为大家真的 不太注意连接器 我跟大家报告 电动车的电池 除了电池很重要之外 连接器 连接线 这很重要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雅光的部分 泰硕你看 这个本来是冷门股 可是因为它打入了 大陆的汽车的龙头的供应链 结果今天股价一开盘 涨停板 它是做什么的 它是做散热模组的 散热模组 对 散热模组 它其实股价已经跌很深 一开盘就开涨停 对 一开盘就涨停 因为有消息 对 没错 红枝的部分 我觉得相信 我相信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因为呢 红枝是做什么的 红枝它是做连接线 跟连接器的部分 因为电池的部分很重要 可是连接器 连接线也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来看一下 前三期的人家 我先跟大家报告 为什么叫十年磨一剑 你看最近 这几年来讲的话 今年的EPS3.77 前三季 都已经比过去的 这九年来得好了 那随便喊不当当 今年投心股 大概至少有四块半以上 所以今年像它十年来 最好的财报 对 最近这十几年 那你看股价都还没有 越过那个高点 有一点说真的被低估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年预估四年尾 那明年大概还是持续了成长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它合并了这家美国公司 打入了美国市场 这家做什么 网通 云端 伺服器 其实现在伺服器也慢慢的很夯 元宇宙等等 好 产能满载 然后再启动新一动 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车用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现在大家 TESLA的供应链 大家已经耳熟能响了 我觉得大家现在一定会想说 到底谁是LUCID的供应链 因为这个很重要 最好去找我们不熟的国家 对 就像刚刚泰硕 去年有一段时间也流行 TESLA 那也没听过 起最多 起最多 我跟你说你要有EPS 所以预估EPS 获利会再创高 好 然后我们看线型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种线型均线都在这边 这种股价拉起来 今天扩量 刚好突破这个地方 我觉得像这种股票 其实打底打那么久了 这种要上去 我觉得理论上 应该会过那个高点 有机会 所以我觉得 低本一笔的 未来题材性 相对常来比较强的 值得来做特别的留言 好 我们来问一下航空 航空押回可以做多吗 还是在短线上 这个地方应该站在卖方 因为已经涨多了呢 到底是应该用 多头的心态 等着压回来买 还是手上有的 这时候应该要卖 到底航空 要怎么做决定呢 请举牌 认为应该买的给圈 认为应该买的给插 请举牌 好 我们看到有现场 有四票给圈 两票给插 赵丽有什么给插 其实我觉得航空的部分来讲 其实现在已经在反映 明年的事情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2010年的时候 其实是航空 最近这一二十年来 获利最好的 那时候华航大概赚两块多 长龙航大概赚四块多 那时候的华航大概二十几块 长龙航大概三十几块 不到四十块 也就是说其实它现在反映的 就是大概十倍的PE 我个人觉得除非明年 它的所谓EPS 真的可以更大幅的成长 当然我觉得明年有机会 就是说先整理完之后 未来或许会有创高的一个机会